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发生在张三丰带张无忌上少林求唤九阳真经那一段足足近两个章回的篇幅 不过在后来的修订版开始金庸先生都把这段情节给删了 那么为何金老要把这段情节给删了 在阿浪看来这里面能说出的原因不少 但最主要是为了情节前后统一改变张无忌人物的形象特点 还有就是修改九阳真经对少林派的影响 一 成坤传公张无忌少林九阳公的始末 在解析金老删改的缘由之前 由于这段情节前后推进的篇幅不少 且里面的不少内容跟金老后来删除的原因相关 阿浪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一下这段情节讲了什么 成坤又为何会传张无忌少林九阳公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版小说中 当年张三丰带少年张无忌到少林求一 希望能以武当九阳公交换少林九阳公 综合两家功法补权经文 让张无忌炼成九阳神功以化解体内被玄冥神长所伤的寒毒 但一老一少到了少林 在山腰梁亭一说明来意 就被空文方丈为首的少林派给拒绝 求换无门 然后就带着张无忌下山了 并没有发生过多情节 不过在连载版小说中却不是这样的 空文起初确实是不想交换经文 但因为一事的发生 最终却同意了张三丰的请求 事情是这样的 面对空文的拒绝 就在张三丰想带着张无忌离去时 乌山帮的帮主没时间带人上少林 想逼问谢迅下落 因为殷素素死前 曾故意要将谢迅的下落告知空文 实际上使得却是祸水东引之计 因而在他死后 不少人寻上少林逼问 引起了不少冲突 少林因此是可以说 张无忌他娘恨之入骨 此时张无忌就在少林 空置为了出恶计 马上把没时间的矛头引向了他 当年没时间曾派贺老三 假扮丐帮长老想掳走张无忌 张无忌跟他算是仇人见面 因此他对没时间讽刺一番 本就想逼问他 谢迅下落的没时间 火冒三丈下重手 想教训张无忌 但老梅分明忽视了张三丰的存在 就在自己眼前 保障哪里容得了没时间 对徒孙下毒手 于是用隔体传功之法 将自己修为近百年的内力 传入张无忌体内 借张无忌之手反击 紧对长至深 弹石断术 托备销利三招 就将没时间好好教训了一番 在没时间看来 张无忌是功力深厚 且这几招是手下留情 但在色的空文等人 却明显看出了 这是张三丰相助之故 不过 隔体传功之法虽不甚难 可是要如张三丰这等 丝毫不露痕迹 潇洒自如的退敌 少林三大神僧 均是自愧不如 也是这样 见识老张神功盖世的空文 才动了答应交换功法的念头 空文本来不愿跟他交换内功 但见他显了这等身手 心想 我便是再练五十岁 也绝不能练到他这般的境地 可见他所学 却是有独到之处 他功夫比我高得多 跟他交换并不吃亏 于是说道 张真人这隔体传功的功夫 可也是得自九阳真经吗 张三丰道 这套功夫系小道 所自创太极功 有一套拳术 叫做太极拳十三式 却和达摩老祖所传的九阳真经无关 大师若能救得我这徒孙之命 小道不敢自密 愿将太极拳十三式 和对九阳真经的肤浅心得 各和魏高僧一同研讨 延载版《以天图龙记》第28回 当然了 空文最终答应 并不仅仅是交换武当九阳功 更是为了张三丰的太极功十三式 不过张三丰位救张无忌 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 而且空文还要张无忌立誓 学了少林九阳功之后 不能转教他人 越后更不能用这武功来对付少林 很明显 空文说这功法只能传无忌一人 少林却得到武当决学 就是想让少林武学 勇压武当一头 且还要张无忌放弃寻仇少林 报他父母之仇 本来张无忌起初是不答应的 他虽年少 但知道这其中关键 但张三丰说服了他 最终空文就传命 让元真将少林九阳功传给了张无忌 空文为何不自己传功 要命元真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 空文并没修炼九阳功 这是一位旧版设定中 九阳功博大身微 少林 武当和俄美美一派的传人 君子寥寥数人 少林派已有七十二项神功绝技 专练九阳功的人更少 自无色禅师传至空见神僧 都是一线单传 以少林僧俗弟子 君认诀 远是本派企图 自他传下来的功夫 纵然惊妙 大家都不懈钻研 反正本派绝技甚多 便是两世为人 也学不了这许多 何必去走这条 说来不够想样的路子 只是每一代 均有一名弟子休息 数年失传 便算一足 此时少林寺中 就只有空见的关门弟子 投入少林化名元真的成坤 为少林九阳功 按这版小说设定 少林九阳功共有十三世 元真接到方丈法旨 用格丈传功的方式 其实是隔壁 将十三世功法传给了张无忌 而且他是只传功法 并未真正想让张无忌炼成 因此他在传送经文时 越说越快 故意不让小张计全 但没想到 张无忌竟将全部经文 一字不纳地记得下来 这版小说中的张无忌 就是如今老名言 写到的那般聪明绝顶 成坤看张无忌如此聪明 还助他打通其经八脉 不过成坤至始至终 都没见张无忌的面 张无忌也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即便是他打通张无忌的 奇经八脉 也是用双掌 直接穿过墙壁 与小张双掌相接 就这样 张无忌在成坤的成拳下 不仅学到了少林九阳功的 全部功法 更打通了自身的 奇经八脉 紧接着 还有一件事 特别值得一说 传功完毕 张三丰将书写好的 武当九阳功和太极十三世 功法交给空文 空文和空智 却将功法拿给了俗家弟子陈有亮 没错 这本小说 陈有亮此时就已出场 这陈有亮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把功法揽约一遍之后 一字不落背了出来 说这本来就是少林的武学 接着空智便将书稿还给了张三丰 其实少林的用意 根本不难猜测 就是不想传出去不雅 背江湖上 称他们得到武当太的好处 反正他们已有人 把武当绝学的功法背了下来 回去再默写下来就是 如此 不仅能得到武当绝学 还能不失颜面 老张知其用意 当下将书稿回去 就带着张无忌离开了少林 以上就是成坤传公张无忌的始末 不过金庸先生在修订时 却把这段近两个张回篇幅的故事给删了 如此大到阔斧的删改 又是何故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段情节 在原来小说中的作用 再结合相关设定 来揣摩作者的用意 二 从成坤传公张无忌的情节作用 解析金老修订时 为何要删掉这段情节 话说张无忌习得少林九阳宫之后 他并未因此而除去寒独之害 更还因为成坤打通了他的七经八脉 致使寒独赛入了他的五脏六府 在南排出 于是才有了他随长玉春到蝴蝶谷 求一之行 可见金老当初安排这段情节的首要目的 就是借成坤之手 打通张无忌的七经八脉 让张无忌除了学到完整版九阳神功 再无其他方法 再者就是通过张无忌诀少林九阳宫 从侧面存托出他聪明绝顶 且功于心计 深有心机的人物形象 还有就是交代陈友亮与成坤的师徒关系 为日后他们的狼狈为奸 埋下伏笔 然而金老安排成坤 打通张无忌的七经八脉 促成张无忌的寒独 散入五脏六府 再来一致 但这个设定 却割后来 他写张无忌在乾坤遗迹代中 得纪元冲破最后玄关 九阳神功终于功性圆满的情节 前后矛盾了 因为张无忌假如早就打通了七经八脉 那么他练九阳神功 根本就不用最后这一关 毕竟成坤当初替他打通七经八脉 就是为了成全他 快速练成九阳功 金老一开始 在写张无忌深谷中 修炼九阳神功时 也并未写到 还有一个大关未破 按照最初的设定 是张无忌在先谷中 就以神功大成 因此 金老在修定时 对这两处前后矛盾的情节 必将会删改其中的一处 权衡之后 金老就选择了保留 乾坤一七代机缘的设定 后来在新修版小说中 张无忌先谷中修炼神功时 更是特地说明了 尚有一个大关虚通 才能功性圆满 这是因为 张无忌在申谷中 修炼九阳神功 并未得到明师指点 乃是通过自己摸索前进的 留下一个大关未破 带到乾坤一七代的机缘 才功性圆满 更贴近现实 符合神功不亦大成的惊傲 而删掉成坤 替张无忌 打同吉经八脉的设定 剩下的他传小张 少林九阳宫的情节 其作用就变得单薄得多了 九阳宫对少林的影响也不大 可以说 就只剩下表现张无忌的聪明决定 毕竟少林九阳宫 对张无忌并无其他用处 张无忌起初学少林九阳宫 也并未抱之好寒毒的希望 他更多是想学死攻怕 然后将之告诉于代言 让他能够结合武当九阳宫 治好他的残废 这也是张三丰看出张无忌 小小年纪 却功于心计的原因 按照最初的思路 金老英就是想把张无忌 写成一个比杨过还要聪明 且功于心计 又有雄才伪劣的人物 他能为了复仇一人之志 最后与同样护黑有心计的朱元璋 来个双雄争霸 甚至是与同样聪明绝顶的陈友亮 三雄争霸 于是他在写少年张无忌时 处处展现出了张无忌的聪明和心机 所以说 阿浪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曾写到 复黑版张无忌 并非王精的胡乱改编 乃是精英的原创 但金老后来写着 却改变了原来的设定 他把张无忌写成了一个天性仁慈 优柔寡断 且不记仇 不喜权位的人物 这是因为 相比于复黑版的张无忌 这样形象的张无忌 更能团结一切武林力量 去共同抗援 不然就与他笔下的杨破天形象重叠了 而且以张无忌的出身 和童年悲惨遭遇来说 假如张无忌果真成长为一个复黑之人 这说明张无忌还是常人一个 只有写他出身悲惨 最终却能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 放下自身仇恨 然后凭借他一己之力 扭转乾坤 消除名教与各派机缘 团结一致共同抗援 完成汉人百年复国大业后 又攻城身退 悄然退隐 更能体现张无忌这好人物的了不起 他是完成了自当年北侠郭靖以来 期间神雕大侠杨过 杨鼎天和张三丰等人的魏靖之伟业 只是这样一来 张无忌的形象前后差别就很大了 于是金老在修定时 特地把写少年小张时 表现他聪明绝顶 且身有心机的描写都删掉了 几乎都改成了直写天性人子 那么通过张无忌快速记下少林九阳宫 且是为了转传于代言 表现他聪明绝顶和功于心机的情节 自然不再保留 而且正如前面所言 空文之所以让成坤传功 是因为和四上下 就只有他一人有恋九阳宫 起初金老这么设定 是为了促成成坤驻张无忌 打通吉经八脉 可这处情节删去之后 没了这个促成作用 九阳宫对少林的影响也不大 要知道 少林因火宫头驼事件 武学衰落数十年之久 以至后来合足道一人 就能欺压少林 可到以天时期 少林却实现了全面复兴 重回武林泰山北斗的老大地位 这中间难道就仅仅因为七十二绝技吗 金老同样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他在删掉 成坤传功张无忌这段情节的同时 也删掉了彼时的少林中 就只有元真有恋少林九阳宫的设定 基本上确定了九阳真经 不仅促成峨眉和武当两太的诞生 更是助力了少林武学的复兴 奠定了这部宝典的历史地位 可见就以上这几点来说 成坤传功张无忌的这段情节 就已经没有保留的必要 删去之后 前后更能对应起来 删去之后 少林一太的形象也挽回了不少 不然从交换武功仪式来看 少林一太除了居于门户之鉴 心胸狭隘之外 更还表现得贪得无厌 这有抹黑佛门之嫌 还有按照出版的设定 陈友亮明显早就获得了太极功 但以他的聪明才智 后续却没有写陈友亮在这方面的成就 就整部小说来看 这段情节无疑变成了画蛇天足 除了交代他与成坤的关系 可谓大没必要 当然了 类似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 那就各有各的见解 阿浪也不再一一细说 总体而言 成坤传功张无忌这段情节 在小说创作连载之时 有一定的文学作用 直接促成了后面蝴蝶谷求一情节的发生 但这段情节放置于整部小说来看 则毛病不少 与后期的不少情节 都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 当然了 这也是金老创作之时 改变最初思路的结果 因而到小说修订之时 为了完整的架构 减少情节漏洞 前后贯通统一 这段情节即便篇幅不少 也必然会被删除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